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脸 小脸救我 小脸救我 贵爷爷 小脸 情况有变 因胡怪作乱 惊动了天师钟馗 天师已查明 三百年前 你和张真的真是一个人 现在很简单 金门武馆的人要找赵正风 找到了赵正风 天师不再追究 可是赵正风已经走了 我跟他说了 天师不信哪 爷爷 我刚刚听到赵正风要我救他 是吗 小脸拜见天师 嗯 你说赵正风已经回去了 却又说听见他叫你救他 究竟怎么回事 启禀天师 小脸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赵正风因为你 被龙剑误射的毒针损伤 后来要被你救回 除了你们月胡龙宫的在作怪 还有谁会害他 天师不相信小脸 我相信你 因为我知道你是重情重义之人 但何为情 何为义 其实那都是因欲而生 重情是好事 却不应该发生在你身上 况且情是有度的 若超过这个度 就是孽债 三百年前 你已经犯下行孽 情孽 当然 情孽 人妖恋 那是不赦之罪 你应该感谢龙剑太子 使他苦求龙王 龙王瞒天过海 才没有把你交给天庭 如果龙王把你交给了天庭 也就没有你的今天了 可我听说 陛下求了观世音 是观世音凯恩的 我刚才不是说了 是龙王自作主张 小脸 是这样的 所以 你应该回龙宫 嫁给龙剑太子 既能得到荣华富贵 又能修成正果 何乐不为 小脸 你笑什么 我笑 我重看天师了 在我心里中 天师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想不到 你也这么冷空气 放肆 天师息怒 重情也好 情念也罢 既是小脸选择的 小脸义无反顾 死而无憾 岂有此理 我今天 就收了你 天师息怒 天师息怒 天师息怒啊 爷爷别求他 小脸命果 你生之求义之急 想不到 竟然是趟雷霆之灾 天地不如 既然如此 死又何惧 天师 你来吧 大胆李玉卿 天师诛魁在此 天师息怒 天师息怒 天师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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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师请三思 让开 赵政风 确实不在这里 天师请三思 三思啊 天师 天师息怒 好 我再信你一次 如果找不到赵政风 我再回来找你 多谢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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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情至切 唯有钟馗 钟馗 精动观世音菩萨 请菩萨恕罪 何罪之有 卧不知天师 何以动情 菩萨 钟馗 钟馗是听了 月胡龙宫 李玉卿的诉求 触景生非 想起当年 在金殿壮著之事 李玉卿有何诉求 说来听听 是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大哥 大哥 钟馗 你二弟 你这么急地叫你 必有事情发生 你先去吧 你先去吧 大哥 发生什么事了 大哥 在地出事了 这什么地方 冷酥酥的 阴气那么重 何邦宫 看来这件事情有线索了 是 胡怪也能搞清楚 胡怪是谁啊 胡怪是谁啊 谁想嫁给太子 谁就是嫌疑犯了 何敏 对啊 哎哎哎 你要干什么去啊 抓何敏哪 既然知道 胡怪就是他 而且都到了他的老巢 不抓他 岂不是浪得一世英明 这儿可是他的地盘 只要是妖出现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地盘 哎哎哎 三弟 这儿是文宫 我们是来谈事的 那个何敏又只是嫌疑犯 哎呀哪那么多可事可事的 走吧 二位哥哥 哟 你们也到这儿来了 怎么 你又想玩玩吗 你蒙不了我的 何敏 何敏 你是想找我妹妹玩啊 那跟我来吧 别跟我耍花样 跟我走 怎么会这样 我到处找都找不到他 我想一定是何棒金骗了他 而且那天他还变成李玉京的样子 好 竟有此事 好 我们去找李玉京 龙王陛下 真是好兴趣 在这里下棋 何敏 见过天师 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钟魁敢问龙王陛下 龙王陛下与何公主 在此下棋有多少时辰啊 那你看 这盘棋已经下了多少时辰哪 这岳湖龙宫庙虽然不大 可是妖气甚大 哼 放肆 朕一人再人 一半是看在你钟魁 是为了替天行道的天师 一半是看在观世音的面子上 而你却是几次三番闯阵的龙宫 不就是两条人命吗 朕真的大动干戈 淹了岳湖城又怎么样 难道 你杀了朕不成 请陛下息怒 父王 是天师的随从 王府曲被 被什么 说 被化妆成小莲的妖给拐走了 为什么就不是小莲呢 父王小莲她 住嘴 龙王陛下 钟魁此次前来 是想知道何公主刚才在哪里 既然是在与龙王陛下下棋 那就没问题了 钟魁不耽误龙王陛下继续下棋 告辞 父王 儿臣替父王送天师一程 去吧 是 这个钟魁 非得把朕气死不可 朕没有心情了 吴下回宫 是 怎么样 没被发现吧 小的很小心 应该没被发现 好 你还没有这个打电话 而且还当着她的面 难道真是小莲 那绝不可能 你这么护着她 是想得到她 我不是想得到她 我是要娶她 那她要是不爱你 你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仰仗天师 能够断了她 人于妖恋的念头 原来你说那么多 目的是想利用我 不敢 我只盼天师 能够秉公处理 你放心 我一定秉公处理 大哥也不知道三弟怎么样了 我问过龙剑 那和邦经 他会变身术 却不懂得分身术 这么说三弟不是他抓的 除非龙王知情不报 对了大哥 还有一个办法 只要查一查 和敏出龙宫的时辰 这个和邦经 他修行千年 法术高强 所以他可以做到 出入龙宫而神鬼不知 明明知道谁是狐怪 明明知道是谁绑架了三弟 却不能抓的 反而束手无策 看来真是遇到高手了 私放食人鱼 目的就是要扰乱龙宫的时辰 不让李渔经被释放 可是何邦断蛇呢 难道他真的如此胆大包天 有恃无恐 完全不怕招惹嫌疑 目的的确是不明确 还有啊 他抓走三弟 这摆明了是向我们挑衅 他有这么蠢吗 和我们作对 简直是百臂而无一利 如此看来 这狐怪又不是他了 你说会不会是龟相爷 不会 龙剑呢 他 他巴不得李渔经早点被放 而且断食害人也不像是他所谓 啊 我们先撇开这些不管 我现在最想知道的 是他们的真正动机 想不明白 我糊涂了 糟了 我差点给忘了 武馆的人还在等我们回信 你让晓晓去跑一趟 就说我们这里暂无消息 好的 他在什么地方 虽然他的声音很小 但是我听得很清楚 他 他怎么不叫了呢 只要他叫我 我就一定能够找到他的 爷爷 爷爷 小脸 这些人 他终腿已经明确告诉你了 和赵正风在一起 只有一条路 灭亡 那就灭亡吧 孩子啊 你怎么这么倔呢 爷爷 我已经想好了 现在 赵正风 他心里一定很困惑 如果他犹豫的话 我会告诉他 他是赵正风 让他忘了张真 忘了我 那你怎么办呢 我会实现诺言 帮他和金翠平 美梦成真 如果他不犹豫 他不管自己是不是张真 他都爱上你了 你怎么办 我会闯南天门 小脸 我不会等着灭亡 我会拼死一搏 我帮你 不是让你自取灭亡的 爷爷 你这么说 我还能怎么说呢 我回龙宫去看看 谢谢爷爷 小脸 不管怎么样 爷爷也要为你出点力 赵正风 赵正风 你是我 不 我 我是赵正风 你愿意是我吗 你把我搞糊涂了 我现在都不知道 我自己到底是谁 你希望延续我的梦吗 不 你的梦太悲惨了 我不想活在你的影子里 你 我就是我 我是赵正风 可是你却爱着小脸 是 你并没有真正拥有过他 我才是那个将要给他幸福的人 是你吗 你能给他幸福吗 是我 我能 你不能 我能 不 你不能 我能 我一定能 我一定能 你不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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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什么天师钟馗 什么大仙王妇举 自己不来还派个小鬼 我看全是假的 全都是假的 全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怎么可能 你们大师兄的事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今年的武状元考试 马上就要开罗 我决定 由昊明代表金门武馆应试 至于掌门人 还是等大师兄回来 再做决定 师父 不是说好了 有掌门人来应试武状元吗 是啊 应试武状元的就是掌门人啊 对啊 对啊 武状元就是掌门人啊 对啊 就是掌门人啊 就是掌门人 对啊 闭嘴 怎么着 你们想到粉呢 丁全 你什么意思啊 替二师兄挑头吗 师姐 我这替二师兄抱不平啊 擂台赛有规定 对擂双方不管什么原因 只要一方倒在场子里 急告认输 我说了擂台赛重散 大师兄哪天回来哪天再散 大师兄不回来呢 给我闭嘴 一 浩鸣 你说呢 我听师父的 你的目的达到了 我的目的 是 我有什么目的啊 我有什么目的啊 你不是正在撮合 小莲和赵正锋吗 那是 姐姐的追求 就像三百年前一样 殿下 他再次抛弃了你 其实 我知道 殿下爱面子 甚于爱他 你胡说 为什么 你究竟为什么 难道殿下不知道吗 我心里只有小莲 对殿下而言 他已经死了 殿下 该是结束的时候了 我不是张珍 不管你是张珍 还是赵正锋 在我心里 都一样重要 你说的是真的吗 嗯 你的气量 不会真那么小吧 我是心小 我的心比你小 在你的心里 可以装得下一个张珍 再加上一个我赵正锋 可是在我的心里 只有你 只有你 那金翠萍呢 他已经被你挤走了 只可惜 我是李玉京 那我就是母 我说的是真的 我说的也是真的 告诉我 要怎么变 不是你变 是我变 你变 你变什么 变成人了 变成真正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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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去考武状人 等我考中了状元 我就请皇上封你为 告命夫人 告命夫人 它ывora 刘兰兰兰兰兰兰兵 你也找我 这川島俄 都给你 문제 目建美夫人 小时候稍微一点 慢点慢点 慢点 走 有人吗 这边这边 好 我跟上 那边跟上 快 师姐 都带着家伙呢 贵贵嘻嘻的 干什么去 走 好 阿隽 二师兄干吗呢 怕是想出卖咱们 早知道这个刘阿斗 服务起来 我们又何苦撑他呢 现在咋办 是啊 怎么办 他若是真要出卖咱们 咱们就把所有事 推到他身上 追 追 师姐 他们想干什么 不知道 但是 肯定跟大师兄有关系 咱们跟上去 走 二师兄 你把大师兄给放了 难道你想出卖我们 不 我没有 我是想来看一眼大师兄 是不是爱活着 没想到我一来的时候 他已经不见了 不是你 那又会是谁 二师兄 你最好还是告诉我 别忘了 这事你也有份 而且衙门已经在查了 到时候 了不起大家一块进大牢 我真的是不知道 别说了 就算是跑了 现在应该还跑不远 我们去找 二师兄 走 走吧 走吧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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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快走 好 去那边 走 这边 走 过来 好 咱们总不能老是待在山洞里 不跟我的师弟师妹们螣合在一起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要告诉他们 你是我的心上人 还是我的购命夫人 那也得等我变成人 你夺取状元才行啊 只要我们有信心 一定可以的 小林 静全 二十兄 大师兄 师姐 你怎么也来了 我们找到大师兄了 就在那儿 小林 我知道是你救了我大师兄 我非常感谢你 可是 你又为何要把我大师兄抓走呢 你究竟要干什么 师妹 您误会了 我不管是不是误会 大师兄 你先过来再说 小林 你一直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去跟他们说明白 去吧 跟他们说清楚也好 别担心我 他是妖 是要抗送你大师兄的妖 用火箭射死他 对 装上剑 我会给你活 你只要出剑 射中他的所有 他就死 上开 快走 快走 真是爱憎分明啊 小林拜见天师 你可知道是谁要杀你 我听见他的笑声了 你知道是谁救了你吗 嗯 谢天师 岳湖龙宫年年上奏天庭 总是说岳湖城百姓 如何侵袭龙宫水族 却从来都不提 龙宫水族 是如何骚扰百姓的 小莲姑娘 我们先去见了龙王 再论是非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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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了吧 大师兄 你怎么被打师妹 赵振风 你人妖不飞 你为了一个妖竟然打我 你不许说它是妖 你疯了你 他中邪了 人中了邪就会变成魔鬼 快把他给我抓起来 滴权 就是你把我骗进了道观 打晕了我 将我绑在那里 如果不是小莲 我怕是早就死在道观里了 要说魔 要说魔 你才是魔 丁犬 原来这些都是你在搞鬼 快 把他给我抓起来 送衙马去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快动手啊 师弟 给我打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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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了 打他 不要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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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浩铭 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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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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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 师姐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住手 放开我 你们住手啊 放开我 我们没有选择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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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敏见过陛下 和敏 有人说你私放食人鱼 有害渔夫断蛇而死 还妄图加害小莲 你认罪吗 陛下 和敏冤枉 大胆和敏 龙王在殿 忠葵在堂 你单敢说自己是冤枉的 天大的冤枉 第一 和敏没有私放食人鱼 第二 我也并没有加害渔夫 至于第三嘛 第三是什么 第三 放剑的不是和敏 是金翠萍 而且金翠萍要杀的 并不是姐姐 是赵正风 杀他人妖不分 放肆 殿下 夏将军 在 食人鱼离开食尘宫之前 你在食尘宫看到谁了 和邦宫公主 胡说 我什么时候去过食尘宫 食尘宫押的都是重犯 没有陛下的令箭 谁也不能靠近 陛下 卑职确实在食尘宫见过和敏公主 当时卑职还问她 去食尘宫干什么 她说陛下要和食人鱼对弈 和敏 你还怎么说 难道我去过食尘宫 就是我放的食人鱼吗 纯粹是在狡辩 那是因为 你知道我受罚的时间快到了 放走食人鱼 弄乱了食尘 这样 我就能被继续兵封 姐姐 是的 我爱殿下 我也妒忌姐姐 我有时候也会有 我家爱与姐姐的念头 可是我并没有做 我是和邦公公主 并不像姐姐自以为是凡人 才和赵正风 发生所谓的什么 人妖恋 好了好了 天时啊 你都看到了 本案还没有到结束的时候 朕是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这 无谓的争论上 你说和敏是狐怪的 你拿出证据来 就让你带走 拿不出证据来 朕量也不敢 陛下 此言差矣 天时终回办案 尚可达天庭 恰可入阎罗殿 捉一个小小的荷望经 观赏一年半载 根本不算什么 实在是我大哥仁义在心 慈悲为怀 才来和陛下理论 没想到陛下非但不领情 反而恶言相向 您难道是想逼我们大闹龙宫吗 你口气太大了 大闹龙宫 父王 天时来龙宫 一是为了护送小莲回宫 二是为了小莲小莲 你就知道小莲 朕认为 小莲才是岳湖龙宫的祸害 谢神户 陛下 把这个小莲打入大牢 带朕发落 是 父王 帮我看看赵正风 我很担心他 一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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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敏 我来问你 我三弟在哪里 你三弟 你少装算了 不交出我三弟 我们只好带你去天牢坐坐 殿下 和平 绑架王妇娶 这可是个重罪 和平 你假装小莲 邀我和三弟出去玩 并用妖术卷走了他 是不是 不是 大胆和平 你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 真是岂有此理 二弟 在 你速去南天门 求见观世音菩萨 叫他调派天兵天将 我要将玉湖龙宫 翻个底朝天 天师息怒 请天师给点时间 容我细长 大哥 要不 给太子点时间 好 龙剑 我就给你个机会 明日这个时辰 我若是没有见到我三弟 或者 让我知道我三弟受到什么伤害 我唯你试问 谢天师 走 和平 你是放了王妇菊 还是上天牢 你自己看着办 看来 你是想让他们把我们龙宫 给毁了 爸爸的拆了你的龙宫 废了你这个博士好歹的太子 你ør 好 ニmo 救命 撤 撤 怎么 不是我们杀的 不是我们杀的 冤枉车 快 noticed 姐姐 夏琳姐姐 夏琳 姐姐 你受苦了 别伤心 姐姐这不是好好的吗 夏琳乖 别哭了 姐姐没事的 姐姐 夏琳 你怎么了 贵爷爷 贵爷爷来看姐姐了 夏琳 爷爷 夏琳 你去门口看着点 爷爷有话要跟小莲姐姐说 是 贵爷爷 夏琳 你知道吗 在你没出兵柜前 我已经想到了这一幕 果不然 这一幕真的出现了 爷爷为什么说 在小莲没有出兵柜之前 就想到了这一幕呢 因为我和殿下 在岳湖城看到了赵正风 看到赵正风 我就想起了当年的张真 为什么 是殿下 是殿下 是殿下先认出了 是殿下 相爷 不记得那位唐代的诗人说过 春风得意 马蹄急 一日看尽长安花 老臣还记得 那是近世极地的梦交 登科后的句子 哈哈 相爷 真以为我忘了吗 老臣认为 太子真的忘了 哈哈哈哈 怪不得父王说 日后可既用龟相爷相符 不但帅真的可爱 还是一本活字典啊 好好好 想我龙剑 贪心如苦这么多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我的好事就要来了 而且好事成双 登基家动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嘿嘿嘿嘿 我不能信 哎呀 殿下 千万不可 杀人是梵天挺无荡 而且快三百年 怎么可能是掌真 鬼了 嗯 这双眼睛我不认识 这三百年来 这双眼睛一直开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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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